在這邊是有另外一個 是永久屋 乘坐著發財車 行駛在部落的街道上 因著風 一行人一邊享受清新的空氣 一邊感受圓民風情 來到金楓鄉的嘉蘭部落 可以探訪部落盧凱族人 建造的石板屋 再來體驗串租的樂趣 更能夠了解 當地族人早期的生活 台灣族在訂地區的時候 他會有好幾個現象 來地族這個區域 他會用自然的現象的樹木 還有當時的空間的變化 那這個拉登陸是當時 日本人在這邊統治的時候 為了大量取得木材 他就在上面開墾 那在開墾同時中心接近去 所以把樹木弄掉以後 木頭也滾 石頭也滾 就會產生 拉登陸的聲音 就變成拉登陸 部落旅遊達人特別介紹 這座聯系嘉蘭和拉登陸 兩個部落的重要橋樑 因為在四年前 布迪莫拉克風災 遭到泰瑪里希洪水沖毀 經過重建之後 在今年的六月完工 也從原本的嘉蘭橋 改命名為拉登陸大橋 拉登陸其實很有趣 其實在過去部落裡面 都會有這個拉登陸 拉 冷冷 拉 冷冷 那主要是這個地方 基本上對嘉蘭村來講 它是很重要的一個耕作區 將來這個地方是一個 溫泉的觀光休閒工業區域 所以 周江總經委 周江政府 地方政府 都非常重視 這個地方也符合了民意的需求 把民意指出 從嘉蘭橋改成拉登陸大橋 作為紀念 是這樣來的 重建後的新橋樑 橋長123公尺 橋寬7公尺 踩行水區 不落墩的鋼拱橋 靜靜坐落在此的拉 冷冷大橋 重新連結村落 帶給地方交通的便利 更有著重啟記憶 延續祖先精神的重要使命 東台新聞 鄭惠如 范耀玲 李婉貞 在京豐鄉的採訪報道